一台台夾零食的娃娃機台進駐 往旁邊一看 居然是兼奢華高級的港點餐廳 這裡是高雄的知名餐飲 原本的Buffet吃到飽 如今歇夜改成港點餐廳和零食娃娃機 就是現在的流行就是夾娃娃機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改成夾娃娃機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算跟上流行 因為現在的趨勢 一夜結合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吃飽飯還可以出來這邊走走 有時候帶小孩 小孩無聊 還可以出來這邊玩一下 我覺得很好 特別的是這裡的娃娃機台 除了夾一般的零食餅乾之外 還出現了首創的夾美食 民眾只要夾到機台裡頭的帶夾物 就能到旁邊的餐廳兌換熱騰騰的美食 不論是芝麻球或是春捲 甚至連冰淇淋 熱美式都出現 應該是還不錯啦 也就是說它結合這樣子的話 那多元化嘛 那就是說餐廳方面也賺的比較多啦 然後 顧客也尊重享受 他很高興 主打海鮮吃到飽的自助餐 如今轉型變成港點餐廳 假日午晚餐的價格 也從原本的一千多元 變成現在的七百多元 整體看來便宜了不少 由於當地就是巨蛋商圈 有許多知名飯店的吃到飽餐廳 競爭相當激烈 這次餐廳改變經營模式 一邊是港式餐廳 一邊規劃為夾零食機台 但是對於夾零食機店 越開越多間 是否真的能長久維持 民眾表示還有待觀察 趕上最近的流行 蠻新奇的 吃飽剛好可以去散步一下 之類的 對啊 這個潮流 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夠持續 或是說會不會被大家所接受 那就要時間考驗了 賈娃娃機店 從四月十四日開始試營運 目前還有許些機台 還沒擺放完畢 預計會在五月一日正式開幕 屆時或許會吸引更多人潮 一起嘗鮮 記者黃光維 莊樹亭高雄採訪報導 SUV 景頂